熟悉的好朋友Loren 上次跟我們介紹SUPER 今天我們要介紹做一台車 看了我這個下巴掉線來了 你穿著西裝要跟我介紹一台貨車 我是那個雙門後驅的擔當 我跟你講 KOROTA雙門後驅 它算是達人喔 這一台呢 TOM S 就是我們打牌的S 城市王買 我先講一下今天觀察到的狀況 因為今天我比較晚來到展街 然後外面還真的有某差力卡 某幾台車跑來現場看車 還沒有正式上市 就今天真的一直 後面剛剛也有人在看車 不管了 我們來看看它有什麼樣的魔力 Magic Toyota的第一次看到的小貨車 連這個都要給人家搶去賣 要不然留一點路給人家走 沒辦法 我們要提供最好的產品給消費者 就是多元的產品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台白色的 這台TOM S 我剛剛跟Roren在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它其實還真的挺可愛的 對 我剛剛有打開我自己幻想的前面的引擎 它引擎不在這啦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德利卡 或你家裡有一些貨車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它的狀態 那我可以先打開來看一下嗎 可以啊 沒有問題 好 直接打開來 好 來 好像是 我覺得它的前臉啊 真的是小巧可愛的 有人留言說準備賣爆了喔 還好還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講一下我的好朋友 剛剛跟他聊品牌的人 他說還好一年的預計的銷量 目前訂1萬台就好 這樣 感覺1萬台 很多耶 一定要就是賣出來 讓這個小貨車主的更好 我們先來看看到底說大話還是真的產品很厲害 先看我們打開前面 然後這個好處就是 我打開德利卡前面我沒看到這些耶 對 沒錯 雨刷水這些 它竟然都可以讓你自己打開來 在前面去做保養 對 因為TOWWAYS 我們在車頭的引擎蓋下方的設計 是有包含像是 車主比較常用到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保養跟檢查的配備 像是包含雨刷水啊 煞車油 水箱水 我們把這些機構往前做到引擎蓋下方 這樣車主可以很便利的跟用乘用車相同的保養方式 去檢查這些行車前的一些準備 嗯 對 所以這有個大的好處就是 平常時我如果像之前家裡的小貨車這樣 對 我如果要加個雨刷水這個 我要多麻煩從中間那裡 把椅子掀起來 然後還要綁 對 人家剛剛就按個鈕打開 叫你家裡的小朋友幫你加都可以 對 很貼心的一個設計 幫車主節省時間 好 這就是給你加個分 對 好 好 那另外在外觀的部分 我們它會全車系標配的是LED的頭燈 好 那我們要蓋起來 好 這樣子才能看到正臉的完整度喔 直接LED頭燈 頭尾燈都是喔 對 好 可以看到包含在遠光燈 近光燈 小燈 還有下方的日行燈 我們全部都是採用LED的一個配置 那這樣的配置可以提供假設車主 例如說它在凌晨啊 或者是深夜的時候 照明度比較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我們有LED的比較高照度的一個表現 去守護車主的安全 對 因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要照高麗菜啊 對 對 對 他們很早起 那某某你往後面看那一台有沒有很熟悉喔 就是晚上要開出去拼經濟啊 對對對 產業道路上很常看到它的身體 對 那你的燈如果把啾啪啪就危險了 你的燈要Bling Bling LED燈 這是一個安全的重點 沒錯 沒錯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這一台 因為這一台比較原汁原味 可以看到它的原始樣貌 對 你們的輪胎好像也比較大方 對 那我們這一次TOWWAYS在全車系 各等級標配的都是14吋的高強度的鋼圈 那去提供比較好的載貨能力 以及比較適合這群車主使用的一個設定 對 因為就我側面了解 好像有些貨車可能他們也是有分等級的 可能就只有配13吋的 對 那也有14吋可能你價格會比較高 所以你全車系就直接14吋 然後提供比較好的載貨的穩定性 還有行駛的一個路感這樣子 因為那個四個角還是很重要 沒錯 靠它在載我們 人在裡面也很重要 安全很重要 然後在這了 我直接看它的貨斗啊 你們叫貨床 你們這個是木喔 沒錯 我們今天現場展示的這個是 我們石木的木床 不是中看而已 它是石木喔 對 非常耐用 它的比重比較輕 那耐衝擊力跟彎曲的能力 也比合成木來的更好 我要問外行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做過的行李喔 那像這種石木的話 我如果很多的大小的東西丟上來 不就會刮花它 會把它弄壞 不會 因為我們這個像表面 有做這個黑色的塗裝的牆 可是在送貨物的時候 它就可以避免比如說有刮痕 或是髒污的時候 車主可以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清潔 所以這其實上面塗層是 有在另外做處理的 對 有做過處理的 那而且你會發現後面這個 我剛剛有一個衝動的想法 但我覺得或許可惜 我覺得後面可以把它改造成 小孩的游泳池 因為我發現它的面積滿大的啊 其實非常大 我們的貨床的話 長度最大可以到2445mm 那寬度的話是1585 那整個面積來看的話 有3.88平方公尺這樣的一個面積 所以我如果放游泳池上來的話 你看我坐在這一個角落 我還可以坐 3個料銀停 4 6個料銀停 對 沒錯 那你小孩就可以坐在那邊玩水 何家可以在那邊玩水 收集一下 家庭會說說不完 但是它是方便的喔 好 那這裡我剛剛發現到一件 很奇妙的事情 因為Toyota在賣小貨車 它做法又跟人家不一樣 它給你可以原廠選配 我今天就是看時幕不高興 我也可以做別的選擇 沒錯 我可以有其他的什麼樣的選擇 對 這個部分就是這一次 我們推出Townways的小商車 我們知道各個車主 他可能因為自己的職業 或者職業態 他有需要不同的改裝 所以我們也有成立了核泰車體 來提供不同的車主改裝的服務 像是大家到展間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車體改裝的一個配件 包含像是帆布棚架 護欄啊 超離譜跟你講 這叫原廠給的喔 給你選配 這個其實我知道其他貨車 可能選配沒有那麼豐富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次已經把市面上 各個行業常用的一個選配 改裝的型態 我們都把它納進來 它可以有伸縮的 然後或者是三面仙的 就側面 就是我們早上去買早餐 賣早餐會用到 對對對 大家吃稀飯也可以 賣麵包啊賣餐 然後或固定式的 然後這一種的 我知道 我實在高速公路看上看 有載很多豬在上面 對對對 有的會載豬 然後有的會載可能資源維收 那個豬的鼻子會露出來 看到你呼吸的 就是它就是它 是原廠黑選喔 沒錯 不用說去找外廠再讓你改 就有原廠一條龍的服務 幫你辦到好 讓你直接開著車出去做生意 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有遇到什麼狀況 就去找他們負責到 沒錯 反正原廠給的對不對 Torota原廠都可以做服務的保固 那就是保固 那例如說像是箱子 我們也有就是包含保溫啊 冷藏冷凍 各式的箱子 可以根據車主 他自己要載送的物品 可能有不同的需求 然後我們可以幫你客製化 去做一個打造 好 那我們才剛才 剛開始分享而已喔 現在就一堆人問問題 有人問有沒有4WD的車型 現在我們目前台灣 Torway Storway的車型都是前之後驅的設定 那四輪驅動的車型的話 目前還在跟原廠爭取道 你們就多買一點後面就會有了 這種概念 本來Torota的車子其實耐久度也夠久啦 但很多人說因為不熟悉Torota的小貨車 所以有點點小停留在觀望這台車 但今天我在看 因為這個車還沒正式對外上市的那樣子 就一堆人來看車了喔 而且聽說剛剛有簽訂單 有有有 有的看完就直接去下訂 對對對 那有人問問題了 我直接幫大家回答 因為這個問題蠻多啊 有人問說有什麼樣的選擇 其實它一共有4個等級可以選擇對不對 分別拿幾種 我們有第一個入門等級是鐵床的手牌 鐵床手牌 有手牌 沒錯 然後第二個等級是木床的手牌 木床手牌 那如果對於舒適性或便利性 有更多需求的車主 可以選擇木床的自排 有自排 對 那在最頂規的話 我們在木床自排 還有提供TSS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的一個選配 所以你TSS 如果你真的可能這個開車的人 平常實際數沒有太好 你需要加強他的安全 或者是可能有的 配線頂規 沒錯 或者有的車主他可能駕駛時間比較長 他需要一些電子系統 來幫他注意一下路況啊 或是目前有沒有突發狀況的發生 這個就選擇我們TSS 主動安全防護的等級 好 那這樣子有沒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呢 我知道如果有舊換新的話 最入門的那個鐵床的手牌 不到50萬 用舊換新的話 所以如果要做生意的話 我覺得或許可以來看看 它適不適合你啊 因為我其實對貨車 用的機率很低 但我覺得真的挺觸名 因為我就是一個朋友 可能他把他改成露營用的 對 可能他把他改成那個 迴轉壽司 對對對 還有關公主啊 還有怎麼酒吧 現在要多一個選項 嗨 各位跨界小營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等微微跨界大營家吧